寡人 寡人总是听月儿说长道短 但从未听你提过父王 威后带你刻薄 难道你父王也带你不好 父王 父王带月儿再好不过了 如何之好 父王是月儿的大老虎 我是父王的小老虎 儿时 我常到父王的大殿里去玩 我觉得父王一个人 坐在大殿里很寂寞 我吃着父王案头的点心 还给父王捶背 父王要是批奏章批累了 他就会背着我 在大殿里转悠 寡人看书简也看累了 来吧 小老虎 寡人陪你坐回大老虎 大老虎 你真的背我 君无弃言 来吧 小老虎 可是有点分量哦 不重 不重 大老虎的脑袋 我摸的 老虎的心子也摸的 老虎的鼻子也摸的 老虎的胡须我也摸的 做小老虎 真的有那么好吗 那是 做小老虎自然好 小老虎 比大老虎还威风的 那 大老虎要跑快一点了 阿姨要不要快一点 大老虎快跑 好 准备好了没有 下来吧 小老虎 大老虎背不动了 给寡人铺装更衣吧 小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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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生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從此 米八子成為他一生的名字 玉兒本以為 即使與大王同屋而滅 也不過到此為止 誰知 孤男寡女 同屋不同他 若不是太無情 便是用情太深 這麼多後宮女子 只有你 能得到大王如此垂青 姐姐 姐姐 不會因此責怪芈月吧 大王看重妹妹 林姓妹妹 是草婉的事 姐姐應當替你高興 王后 可以歇息了 王后若不想睡 奴婢陪您说说话 姑姑先去睡吧 是 姐姐 我和樊长使都生了儿子 大王开恩 上个月才刚刚给我们 寄生了一个长使的氛围 却比一个成宠没几天的人 还低了两劫 自打我进宫起 也没见过大王 如此专宠过一个人 先王后与大王 也算是恩爱 可是大王对她 也就是相敬如宾罢了 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丫头 竟然狐媚了大王的心 王后生了儿子 多少天了 快两个月了吧 王后生了嫡子 大王去交房殿 去了几次 听永相的人说 也就四五次吧 三次用膳 还有一次是路过那 顺便进去坐了坐 王后生了儿子 应该是大王的心头肉 眼下正是需要人 恋爱的时候 大王若是乱了分寸 惹恼的不该是你 等着有些人心里长牙吧 用得找你我着急吗 我倒是希望 大王对芈月再专宠一些 这样才合了我的心意呢 姐姐说得对呀 妹妹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这香坟到现在才绝处好来 要有点耐心 八子 大公主 我来马厩多次 总八王只能碰上你 可次次落空 今日大月日头打西边起的 你可终于露面了 这些日子我心里面正想着你 只是不得功夫去你宫里看你 算了吧 宫里人都知道 夫婉对你宠爱有加 日日传旨要你侍寝 你心里哪还有我孟赢 别人说我也就罢了 反正他们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人 若大公主你也如此说我 还让我怎么做人 好了好了 说来说去 反倒是我都不是了 说到底 上次我帮了你 你还没谢我呢 大恩不言谢 大公主 受芈月一半 那我就受你这一半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父王啊 你父王 好 已经让司马错将军 待我弟弟魏冉从军了 这个我早已知晓 除此之外 就没别的了 还有什么 你说呢 你父王 当然很好 我要的 就是你这句话 其实那次魏冉之事 我心里想 这大约就是缘分 我知道我父王心里定是有你的 可你心里有没有我父王 那就难说了 若不是因为魏夫人他们作怪 你大约也不肯低声下气去求人 你不去求我父王 又怎知你在我父王心中的分量 怎知我父王的好处 好了 看你这嘴厉害的 我怕了你还不行 我这么帮你 反倒让你怕了 你会真想谢我 陪我去见个人 走吧 好 孟营 你来了 姑母 你们都退下吧 是 是 来 姑母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芈月 拜见营夫人 庸大人 大王大婚时曾见过 上次王后在后花园训斥国美人的时候 又见过 今日相见 却看上去很不一样了 当然不一样 如今该称他为米八子了 我都忘了 你们早就认识 那就都不是外人了 坐下来吧 你也喝一杯吧 你也喝一杯吧 看来你还真不会饮酒 都说秦酒性烈 果不其然 这女儿家 一定要学会饮酒 她是妄忧药 能陪你一辈子 不离不弃 芈月 你可见过天底下有比我姑母更潇洒的女子 都说大公主是迎夫人养大的 我看大公主和迎夫人 真的比母女还要相像 夫人这里语音绕梁 但雍睿府中还有杂物未料理妥当 既然夫人有他们二人陪伴 雍睿暂且告辞 饮酒赏歌 何等的雅士 你却用杂物二字来烦扰自己 也罢 你就去吧 夫人 告辞 孟盈 替我送送庸大人 哦 是 好一个芈八子 当日我就看出 大王迎娶的处女中 唯有你是最不安分的 夫人的话令芈月战战兢兢 你小小年纪进宫不久就得此位分 可见得你在大王眼中的分量 我听说大王已经专宠你两月有余 宫中因此费意 芈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望夫人指点 如你这样的情况并非宫中第一人 先王后和当今王后 她们初入宫时 大王都专防毒性了三个月以上 妻者 妻也 王后是大王唯一正妻 平起平坐都是应该 专防更是无理由挑剔 你明白就好 除了王后 魏夫人 国美人承恩 最多也只不过就是十几日的功夫 魏良人就更少了 大王历来都是我行我素 但是大王对你的专宠都快赶上王后了 这让有些人看在眼里 心头早已滴血 芈月 别误他念 只想好好侍奉大王 能侍奉大王是你的福分 当今世上 既有心性又有姿色的女子 大多都是宁愿做包四 也不甘做无言的 你要当心 恃宠而妄行 树敌太多 虽然说后宫之事 也应该由大王来定夺 但是大王的心思多在前朝 并非总能关照后宫 要想平安多福 就要收敛心性 懂得进退 谢夫人指教 芈月字字铭记在心 你 起身吧 谢夫人 其实我想让你记住的 就是两个字 分寸 是 姑母 孟盈 你回来了 孟盈啊 芈八子是头一次到我这儿来 你快带她到我这北郊行宫 四处去看看 走 谢夫人 去吧 刚刚姑母跟你说了些什么 只是家常话罢了 嬴夫人好爽 心思如同男子 举手投足更有大丈夫之气 我就知道 你们俩会很投缘 哎 雍大人 怎么会在嬴夫人这里 雍大人 常常看望姑母 她们的情分 也不是一日两日 嗯 能看得出 她们彼此是体贴知己 姑母一生艰难 但很洒脱 我从小便想学做她那样的人 夫人 夫人 大监来了 你听说是小便 诶 'RE得一样的人 都在家里 你不想看想要不是 对了 需要你给她的事 啊 你看一下 她的事 她就在那里 好 今日一早起来 八子的身子就有些不适 请太医看过了吗 不用了 只是小病 养一两日便好了 这可坏了 大王今晚召八子侍寝哪 芈月福薄 只好请宫中别的姐妹代劳了 这 咱们小公子天庭饱满 长得跟大王一模一样呢 他父王指望他 荡庭列国 称霸天下呢 是啊 怎么了 荡儿想必是饿了 让奶娘抱去喂喂吧 是 好了好了 小公子都满两个月了 大王也没来用过几次晚膳 大王正务繁忙 可奴婢听说 大王几乎夜夜都召芈月去承明殿呢 今晚侍寝的 又是她 我月子里的时候不能侍寝 芈月替我释放大王 如今我刚出月子 芈月多陪些大王 也是她的本分 只怕有些人的心思 在本分之外呢 好了 戴茂姑姑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争 但是不能因小失大 荡儿刚满月 大王就令魏夫人 把主持后宫的大权交还给我 可见大王对我的信任 如今大王指派芈月 主管整理我从楚国 带来的陪嫁书检 她日日在书库 也算客进职守 好不容易有几天太平日子 你就不能让我耳根清静一下 奴婢知道了 我爱你 姑姑 其实 母后把你指给了我 你的心就全在我这儿 入秦宫这一年多 你跟着我吃尽苦头 姑姑对我的好 我心里岂能无数 只是有些事情 姑姑还是少说话 我不是糊涂人 应当如何 我心里有数 王后这么说 奴婢心里就踏实了 拜见王后 何事 大王让小的来说话 说今晚到王后这边来用膳 王后您快准备准备吧 大王今晚要来 是 可是大王今晚 不是照芈月侍寝吗 噢 八子病吗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大王要来 晚膳让膳房好好打点一下 是 是 奴婢亲自去膳房 让他们备些鹿肉 鹿肉属纯阳之物 补皮义气 温慎壮阳 给大王吃最好不过了 奴婢却准备了 大王 大王 这鹿肉是照楚国的房子炮制的 您看味道怎么样 不错 外面焦脆 里面鲜嫩 鲜美异常 怎么 还有些野山君的回味 这鹿肉要先腌制再炮制 所以味入鸡礼 这野山君 是臣妾特意交代御厨 先将野山君熬成汤汁 待肉炮制五成熟的时候 鳞胶在这鹿肉上 所以才有着滋味 王后真是聪慧之人 一块鹿肉 也能做出奇巧花样 臣妾愚钝 只是尽职而已 好了 寡人吃饱了 大王 臣妾近日 重新开始打理后宫事务 好久不接手 都有些生疏了 再加上荡儿才刚满月 臣妾想 要不让芈月 帮臣妾料理几日 芈月的确聪明能干 不过眼下 芈月正带人 整理王后带来的陪价书简 哪里还有空闲 再说 不过后宫事宜 均是王后分内 不行 让孟昭氏帮你吧 那就照大王的意思办 好了 不早了 大王今晚 芈月病了 寡人要去看看她 之后回承明殿 大礼正午 恭送大王 王后 你 姑姑有话就说吧 你留不住大王的人倒也罢了 怎得把手中主持后宫的大权 也要随意送给他人 这权是我等想送就送得出去的吗 后宫的权给谁不给谁 权在大王一念之间 姑姑难道没看出来 我只是试试大王 大王方才的话 你也都听见了 我先走了 夫人 姑姑 你们快看 好看吗 按照昨日夫人给我们出的主意 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装在袋子里 做成这个小灯 在外面照录挺管用的 果然是好 好是好 但这布袋是麻布做的 透光不好 你们等着 一会儿我用个薄薄的纱布 给你们做个大大的纱袋 然后一起去河塘边 多捉些萤火虫 那才叫闭光盈盈呢 这主意不错呀 给寡人多做几个 送到承明殿去 让寡人也沾着你的光 大王 免礼 大王 怎么有空来了 寡人 听说你身子不适 特意来看看你 看你又能捉萤火虫 又能做沙袋 看来不是身子不适 香儿 惠儿 还不快去 将新捡好的金银花水 给大王端上来 是 大王恕罪 这两日忽冷忽热的 月儿 的确是常有 头疼脑热的时候 你这点小把戏 哄得了别人 哄不了我 说实话 你是厌烦寡人 还是厌烦寡人的承明殿了 大王大悦儿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哪敢说厌烦二字 只是 宫中的姐妹甚多 大王也该分些恩惠给他们 你呀 你一向率真 这话不像是芈月的话 谁教你的 无人教我 前不久 你随孟莹去见过莹夫人 定是她的主意 我这个姐姐样样都好 就是爱多管闲事 燕王派使节来提亲 你等如何见解 大王 燕国在六国之中 属于平庸懦弱之国 国土面积不大 兵足数量不及位 车技数量逊于赵 军粮储备也难忘其之项背 而刀剑器械不及寒 燕国并无一技之长 与之联姻 与我秦国毫无益处 大王 大梁到此言差语 燕国的确国小是威 唯有山戎侵扰 难有齐国虎事 但这也正是燕国 一心要与我秦国结交的原因 若燕卿两国联姻 男可以联手抗齐 兮可以牵制东湖 大大缓解我秦国的后顾之忧 既是举手之劳 又是明智之举 为什么不呢 张子之言甚是 秦国对外该实行远交进攻之策 那燕国距秦国千里之外 与秦国并无直接冲突 而东湖和齐国 与秦国为敌多年 若能连燕抗齐 乃上上之策 看来与燕国联姻 力大于弊 何乐而不为 选燕国使者 明日入承明殿一亲 是 哎 你听说没有 燕国派人来求亲了 叫谁求亲呢 那还有谁啊 当然是我们秦国的大公主啊 咱们大公主那么好 谁能配得上她呀 你笨不笨哪 再好的姑娘 那也得嫁人哪 希望燕国不是太远 这燕国啊 是离我们秦国最远的国家了 冬天下很大的雪 那儿的人哪 鼻子和耳朵都被冻掉了 这大王为什么要把大公主 嫁到那么吓人的地方去 脖颈子痒了 姐姐 今日我到公孙衍的府上去过了 可大粮造仍然不肯把福节还给咱们 我问她 若是大王追查起来怎么办 她竟然说那就告诉大王说福节 在给母国送节礼的路上 让强盗抢了去 然后就硬是把我给打发回来了 要不你我去大王那儿出手她 妹妹糊涂啊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自保了 姐姐 那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 不过 倒是可以借此吓她一下 是 这个女人简直是丧心病狂 先生息怒 魏夫人会不会因为情形不对 出卖先生 暂时还不至于 即便她在福节之事上能够洗白自己 不管谋杀王后 也是掉脑袋的大罪 但眼下 一群人故意为难人 他们只要粮食不要千财珠宝 还说拖的时间长了 要把五百车粮食变成八百车 什么 八百车 简直是岂有此理 先生 我们应该怎么办 此事恐怕凶多极少 这福节大约是要不回来了 我们得想别的办法 我们得想别的办法 什么呢 上次王后送了我一套紫玉楼金的首饰 怎么找不到了 你找她干嘛呀 听说燕国来了使者 给孟莹提亲 孟莹带我十分真心 我也该准备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她 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 那套首饰太贵重 我怕香儿他们粗手大脚地给弄丢了 就特别给收了起来 你要我去给你拿 那也不急 我还想亲手给孟莹绣一套嫁衣 当然 这事定离不开姑姑的帮忙 你呀 还是忙你那些书简吧 嫁衣的事用不着你亲自动手 样子 我和你一起商量就是 姑姑你看 这个金锁片十分精致 那麒麟做得跟活的似的 的确是好 姐姐的荡儿已经快百日了 我想把这个送给荡儿 麒麟为人宠 象征吉祥 王后定会感念你有心的 荡儿 荡儿 姐姐你看 这金锁片可好 荡儿 当然好 前日大王赐给荡儿一个金锁片 按理说也是一等一的 还抵不过你这个精细雅致 大王定是想把好东西留着慢慢赐给小公子 渐渐比过去越来越好 要不哪会有惊喜 荡儿 荡儿 来 我抱抱 小公子好重 哪像百日倒像是中岁的孩子 荡儿 能吃能睡 格外调皮 这才快百日 奶娘都快弄不住他了 我们小公子是大王最宠爱的嫡子 哪能跟一般孩儿相比呀 奶娘公子怕是饿了 抱下去喂喂 是 来 姐姐 你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 已经整理出来一部分了 正让人抄写成勤文 从楚国带来的月人 有的在路上被义渠人所杀 也有的失散跑了 我求庸瑞想办法 从宫外新招募了几个 还不知好坏 姐姐有功夫 去我那里看看 你做事我自然放心 我这里也忙 后宫的杂物 领起来针头现脑 放下去又千头万绪 再加上有荡儿 姐姐 你这是推辞 还是石兰 瞧你说的 好了 我若有空就去你那看看 姐姐 千万不要因为针头现脑 而与我生分了 那是当然 那妹妹先告辞了 我们王后什么没见过呀 一个金锁骗子 献呗什么 苦苦嘴上积点得吧 就凭芈月 哪里拿得出这样的东西 定是大王赏赐给她的 芈月侍奉大王多日 得些稀罕宝物 也是她的本分 只是 只是什么 从小到大 这么多年 只记得凡是我有的 定是她没有的 只有我给她东西 何尝有过她给我 如今 却倒过来了 芈月妹妹 姐姐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也不让工人通报一声 我只是正好撞上 看你忙 想着还是不要打扰 省得你分心 什么分心 都说卫良人的学问 是后宫里最好的 你来了 正好给我帮把手 妹妹可知 燕国来向大公主求亲了 我听说了 都知你与大公主要好 却看不出你对她担心呢 为何要担心 大公主的脾气 向来我行我素 这桩婚事 只怕她要闹一闹了 那燕国太子我也听说过 也算是人中龙凤 怎么 大公主不中意呀 谁告诉你是燕国太子 明明是燕王 不可能 那燕王已经五十多岁了 宫里都知道了 只是前一阵子 故意瞒着大公主一人 我让人打听过 燕太子早已经有原妃 并生子 倒是燕王心丧了王后 所以 来秦国求取大公主的 不是燕国太子 是那个燕王 燕王 那燕王 她已经可以做孟营祖父了 昨日受了疯 腰酸被痛的 这王后有什么事 让下面人传个话便是了 还让我们这一遍一遍地跑腿 姐姐就别抱怨了 王后对咱们姐妹还是挺关照的 你想啊 自王后坐月子起 交房殿就传话 不用日日去问安 免得大家辛苦 其实我们也偷了好一阵子懒呢 就光卖这点好 就把妹妹降服了 说什么降服不降服的 姐姐 今日照我们去 必定是和大公主的婚事有关 大公主年幼丧母 又罪得大王的欢心 她的婚事 咱们好歹得应付 好 看 这人真是禁不住念叨 魏常使 樊长使 大公主 大公主 给大公主道喜了 魏常使 有话便说 不必客套 大公主真是好命 大王一向疼爱大公主 等有一日 大公主嫁到燕国去 一定会得到夫婿的加倍宠爱 你这是何意 我也只是瞎猜罢了 这人家都说嘛 年龄越大的男人 越是懂得疼人 可惜 无论魏常使喜欢年长的 还是年少的 都没有机会了 大公主说得恰如其分 所以我才要为大公主高兴了 大公主未来的夫婿 可谓是 姐姐 成熟稳健 世间无人可比 魏常使 你到底想说什么 燕王年逾五十 不是成熟稳健 是什么 你心口自华 此事大王做主 我怎敢有一句狂语 大公主慢走 姐姐 大公主一向都心高气傲 你何苦说这些话来伤她 我伤着谁了 我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大王打算把大公主许配给燕国国君 秦燕两国联姻 如骨琴瑟 同德同心 有意与我大秦安危繁荣 公主出嫁是后宫大事 赵姐妹们来就是商议一下大公主的婚事 大公主的婚事由大王做主王后亲自操办 自然再好不过了 只是那燕王 只要大王王后做主 自然不会有大的差错 也是 燕国国君成睹忠厚 大公主年轻貌美 这桩姻缘说起来倒也般配 姐姐所言甚是 大公主聪慧贤德 嫁到燕国 必会得到燕王的专房独姓 秦燕联姻 朱莲碧合 真是两国之大姓 夫妻相处 讲究的是秦瑟和明白头相守 而那燕王冒衰老朽 大公主年方十八青春年少 如此夫妻只会貌合神离咫尺天涯 如何谈得上长相厮守 更谈不上如骨琴瑟 同心同德了 夫妻相处 男才女貌自然最好 但是也要讲究缘分 到底何为缘分 花样年华相伴日落西山 王后 这殿中姐妹都是过来人 对大公主这桩婚事妥妇 大家该是心里有数 这么说我们和王后 都没有米八子一人考虑的周全呀 魏夫人用不着假枪带棒的 王后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月儿在我这里 向来有什么说什么 不像有些人总是口不对心 我 我不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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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主 一月 你知道吗 那个燕王不光岁数大 他还有残疾 腿不好 大王还没有下旨 事情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 我去过宣誓殿了 他对我避而不见 他一定是心里有愧于我 过去他对我的疼爱 全都是假的 我不信 今晚大王 会召我去承明殿的 我会对他说的 昨日大王说好的 今晚要召我去承明殿 都这时辰了 大家怎么还不来传旨 我已经让香儿去打听了 一会儿编织究竟 夫人 沐昕怎么说 沐昕说 大王半黑就去交房殿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今日大王 是故意在躲避我 按你与孟赢的情分 谁都能猜到 你定会为他向大王求情的 大王夺我 我偏要去找他 既然你已经知道大王的心思 又何必自讨苦吃 可这是孟赢的事啊 我不能坐视不管 大王的心思 你不许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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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会拦你 我可以等 大王此刻不想见你 过会儿也不会见你 我真的有要事 必须要见大王 八字 是 不得 大王 寡人听说你 一直忙于整理王后 从楚国带来的陪嫁书简 今日怎这样得险 望大王恕罪 为大公主的婚事 芈月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公主的婚事 已交由王后操办 用不着你月族代庖 芈月不敢见月 但大公主的这桩婚事 的确是不妥 妥一不妥 前朝有众臣权衡 后宫有王后把握 你还是回书库去吧 大公主的终身福祉 只在大王的一念之间 去承明殿 是 大王 荡儿 笑一个 荡儿 抓着啊 给娘亲笑一个 她抓住了 姐姐 妹妹来了 这孩子今日特别淘气 总是喜欢捉弄人 你给他什么东西 他都扔在地上 等你去拾 你若不拾 他便哭闹不止 小孩子都这样 哪里一样 上个月樊长使的孩儿 公子通满周岁 那公子通比荡儿 就大七个月 却是异常安静的孩儿 我看他身子瘦弱 怕是樊长使上次滚下台阶 害得他先天不足 那次你怎么没去啊 樊长使说他也拆人请了你 姐姐 妹妹来姐姐这里 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求你 姑姑 带荡儿下去吧 是 抱下去吧 是 别以为我愚笨 你一走进教房殿 我就猜出了你的来意 穆监不肯为我传话 大王不肯听我陈情 大公主这几日水米不尽 我怕她 有空 我自会去看望大公主的 姐姐能去看她 那实在好不过了 但姐姐 毕竟是她的母后 总不能 放手让她跳入火坑吧 孟赢的婚事由大王一人做主 孟赢违背负命 已经让大王恼火得很 我若再去劝说 只能是火上浇油 可这是 怎么能了呢 走到哪儿 了到哪儿吧 姐姐有了荡儿 比我更知晓 凡事 要为儿女的前程打算 列国自有年貌相当的诸侯和太子 大公主 为什么偏偏要嫁给燕王那个老朽 那个燕王 还是个瘸子 若是轮到你我 也是打死不嫁的 上次召集后宫嫔妃 商议孟赢出嫁之事 你当众顶撞我 我不与你计较 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 但大王的脾气 你也是知道的 只怕比你还执拗 我已经有了上次的教训 凡是大王拿定主意的事 硬要去碰 只有突破血流 姐姐 上次大王气恼 是因为怪罪你后宫干政 但儿女婚嫁 本来就是母后的分内 大王总该听听你的忠言 姐姐 孟赢可怜 女儿家一生好坏只有一次 若遇人不输 终身悔恨 当初姐姐 一心想嫁给大王 不就是想图个好姻缘吗 姐姐 你是知道我的 我但凡有一点点办法 都不会来这里 来麻烦姐姐 好了 真是磨人 我并非铁饰心肠 但你我都知道 此事是无中求有 如若机会得当 我会去试试的 姐姐这是答应了 要为大公主求情 还不是因为你纠缠 有话在先 试得成试不成 多别怪我 我先替大公主 谢过姐姐了 那我就先走了 王后明知大王的心性 为何还要卖给 芈月这个面子 你也知道 入秦宫这么久 芈月只为她弟弟 来求过我 还被你给拦了 芈月是打断骨头 也不喊疼的人 从来不愿欠 任何人的人情 况且 这次还是为了别人的事 我若有机会 让她觉得欠了我的 有何不好 一会儿就要到 焦房殿来 珍珠珊瑚 你们两个手脚 还不麻利点 是 王后 你要不要带这支 我们从楚国 带过来的金簪呢 还是带那一对 前日大王赐的 蓝田玉钗吧 是 可奴婢 还是觉得 那对金簪更炫目些 你们都把我从楚国 带来的首饰 暂且收起来 人要吃一欠掌一掷 水能磨食 但万物水最软 我既想袒护母国 又不希望 和大王伤了情感 只好事事顺势而为 是 王后 再用些胭脂吧 烛光下也显得喜气些 听说大王近几日 一直没有照芈月事情 看来大王对芈月 也是淡了 是啊 人无千日好 花五百日红 还不都是这个道理 更何况 那芈月算什么东西 她也想争着上位 你们都在这儿贬她 但我却觉得 恰恰错了 大王性情刚烈 从没有回避过谁 大王若是刻意而为 定是不忍与其举语 干脆避而不见 大王这哪里是淡了芈月 明明是过于用心了 大王到 大王 王后免礼 大王兴致勃勃 定是有喜事 寡人刚从四方馆来 国相张仪给我出了个主意 让在四方馆外放些铜箱 每个去四方馆的测试 都有甲乙丙丁的竹签 每日四家学说辩论 这些竹签的多寡 决定着馆中辩论的席位 众人旁听测试辩论 赞同哪家 就把手中各自的竹签 投到哪个铜箱中去 黄昏时分辩论结束 开箱宴看 箱内竹签数最多的两家 可以没收箱内最少的两家 之竹签 并予以平分 使得他们在四方馆的席位加倍 今日是第一日 结果果然有趣得很 朱子百家之学说 乃经营国家的策略 这个张仪怎么能用来做赌注 实在是太轻跳了 天下本就是赌场 朱子百家也不过是以列国国运为赌注 游说国军们推行自己提出的国策 寡人欢喜的人 都是与众不同 胆大妄为的 王后未免自我困顿 过于拘泥 臣妾忘了 大王一向喜欢标新立异 古怪精灵 这有何不好 寡人倒是奇怪 你与芈月同是姐妹 但性情却截然相反 张仪的主意让芈月知道了 她一定会欢喜 芈月打小就逐心去意 对 臣妾的确与她不同 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长短 你和她要互相好好帮衬 大王所言极是 姝儿知道了 好了 寡人今日到你这里来 是有件事情跟王后商量 两日后立下 寡人打算带文武百官 到南郊计下 大约要花三五日的功夫 寡人不在宫中 后宫事务 就交给王后处理了 其他事情倒也没什么要紧 就是大公主的婚事 王后要悉心操办 大王在众子女中 最疼爱的就是大公主 嫁妆丰厚不用讲 只是臣妾听说 孟赢至今不解大王妄女乘凤之心 芈月对这桩婚事也颇有微词 并曾当众顶撞臣妾 让臣妾为难得很 王后以为这桩婚事如何 大王行事一贯肯定是为了大公主好 女儿家娇称 出嫁前闹一闹也是有的 臣妾 臣妾 照大王的意思办 王后使得大体 由你操持大公主的婚事 寡人放心 大王整日操劳 臣妾只是想替大王分担困扰 王后今日的容颜格外娇美 大王打趣臣妾 这支发钗与王后的发饰相得益彰 秦国蓝田玉是世间极品 臣妾为大王而容 王后钟情秦国蓝田玉 却不惜秦国的饭食 寡人听说 你总嫌秦宫的书宿粗利 臣妾自小体弱 书宿容易让臣妾及时上火 所以不敢多用 无妨 你是王后 秦宫里稻米有的事随你吃 但是寡人还是喜欢那些书宿 稻米吃了以后 一两个时辰就饿了 不顶用的 臣妾今日特地为大王做了些点心 都是秦国物产 不知大王是否忠义 究竟是何物啊 臣妾熬了山药小米粥 还有枣泥饼 这些东西虽然普通 但却最是暖胃安神的 王后有心 寡人刚好有点饿 好 叫他们端上来吧 戴帽姑姑 快把点心端上来 是 大公主 就算别人不爱惜你 你也该爱惜你自己 我的命是父王给的 他这样逼我 让他收回去好了 你这是以命相搏 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 照理讲 大王并非蛮横之人 若能弄清楚事情究竟 说不定还能找到回转的办法 只是大王根本不肯见我 王后答应说情 却又不了了之 他连你都避而不见 看来无人可以救我了 别那么回心 我想 尽管大王是一言九鼎 但总有人说出的话 能让大王回心转意吧 除非 除非是他 谁 千千 去给我取膳食来 我要吃东西 大公主 你说什么 快 拿膳食来 是 pedals 终于 大王 父母 父母 莹夫人 命 坐吧 谢夫人 父母 来了就愁眉苦脸的 多扫兴 姑母这里歌舞生平 您可知道梦莹心里有多苦 花开花落就在眨眼之间 人生愁苦却是无穷无边 你若耽搁在愁苦之中 捂了花期多不值得 姑母 该来的总会来 一会儿再说也无妨 来 还是先喝杯酒吧 我曾说过 这世间绝对不会背弃你的 唯有这佳酿 芈月 你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有乐即时行乐 转眼 人之劳矣 梦莹啊 你随我来 孩子 要哭 你就在这儿哭吧 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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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母怎么办 去跟父王说说 让她收回成命 父王一向对您敬重 您也不曾求过她什么 所以您若去求她 她一定会答应的 你可知道 你父王为何在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 最敬重我 因为祖母早逝 长剑如母 也因为父王对您一直心有愧疚 是啊 当初你祖父秦先王孝公也十分珍爱我 但是为了与卫国修好 他毫不犹豫地把我嫁给了 我并不中意的卫王 后来秦魏河西之战 姑母按照你父王的请求 把卫国所有的意图 和兵马调动的策略 全部传递给了秦国 秦国因而大胜 而我却终身背负着 背叛君王 出卫夫君的罪名 按律我本应被销售 是你父王用卫国战败赔偿的武座城池 换回了我的性命 孟营啊 你要记住 君王就是君王 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柔长白转 但是放在江山社稷面前 他们连一刹那的迟疑都不曾有过 这么说 祖父和父王从未珍惜过我们 姑母和我 都只是他们野心的祭祀品 不对 后来我才知道 那就是他们的舍弃 他们 舍弃了他们在世上 最珍惜的东西 我如今才知道 父王对我从未珍惜过 确然不顾我是他的亲生骨肉 他的真心 不是你要的真心 他宠你 正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 他逼你出嫁 也是因为 你是他的亲生骨肉 我不情愿 我不情愿 姑母 生在王室之家 这就是你的命 除非 你不做大王的女儿 不做大秦的公主 我不做公主了 我不要做公主 我要搬来跟姑母一起住 姑母 我求求你救救我 你帮帮我 姑母 我不要嫁姑母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 姑母 我不要嫁 姑母 我求求你 傻孩子 眼下 我这一切 也都是你父王赐给的 从你一生下来 你就不懂得 什么叫 万无所有 当年 我离开魏国 秦国是我的退路 我还可以寄居在此 而你眼下却是 退无可退 我若劝你退 就如同劝你 从高墙上 跳下去 孩子 您好好想想吧 夫人 有话你便问吧 您是大秦最有见识的女子 为何要叫孟赢认命 在秦国 历代仙君 储君和公子们 死于战场的 不知道有多少 而王氏女子别嫁 又何曾不是 另一种战场 舍身 舍命 舍情 身为君王 就真的要这么无情吗 您要君王 该有什么样的情呢 是周幽王宠包四 还是周王宠打几 身为女人 我怨他们 可是 跳出这一重身份来再看 失去江山的人 连性命都保不住 还有什么怨恨可言 夫人既然这么说 可言语中却还有诸多的不情愿 君行令 臣行义 她保她的江山 我保我的真性情 夫人大彻大悟 芈月收益良多 非经磨难 不能彻悟 我倒愿你们这些孩子 一生一世 都不要有这种彻悟 我总被判住她 我发动她 我本身之邪 还不仅就是 我老婆 知道 我不是 你 我我们 在 我 也 不 我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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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们要照顾好颖夫人 是 是 孟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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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怎么也不叫人通报一声 我就好路过这里 孟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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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后宫中有一个伤心人罢了 从一开始就不抱有期望 比抱着期望却落得一场空要好得多 可惜她还是纯蒙无恨的年纪 孟莹我倒是不担心 只要她想明白了 就会跟她的父王一心一意 孟莹拜见父王 你可想通了 是 是 想通了什么 身为秦国公主 为尊而无功 奉厚而无劳 坐享其成 岂能心安 寡人要你嫁与燕王 你可情愿 嫁与燕王 并不情愿 但若社稷需要联姻他国 孩儿 一无反顾 一无反顾 到底 还是寡人的女儿 与寡人心意相通 记得寡人 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 才十三岁 是 双腿发抖 怕得不行 但依然 一无反顾 侄女莫过负 是 等你真正面临 沙场的时候 你不会懦弱 难的 就是决断的那一刻 你到燕国 是要把寡人的眼睛 耳朵 手臂 带到燕国去 寡人不会让你孤单 你与母国 唇齿相依 要流泪 就在寡人面前流 千万不能让燕国人 一位秦国女子 软弱好气 你是父王 最为自豪的女儿 到了燕国以后 你要记住 你的背后 还有父王 还有秦国 不管出了什么事 尽管派人送信回来 多谢父王 你这一去 不知何日才能相见 我若回不来 你就当我战死沙场了 怎把话说得这么不吉利 和一个枯袖老头同传共枕 生不如死 这我都想开了 还怕真的死去 别钻牛角尖 福兮祸兮是有百变 你若不能回来 我想办法去看你 我一个人在那儿就够了 你要自己好好保重 这秦宫离刀双剑语 无异于燕国 你能平安 我虽隔万里也会宽心 那日我带你去见姑母 是觉得你们陷情肯定投河 我走后 将来有些事情 她或许可以帮你 此外 我特地向父王讨了 让你出宫便利的令符 你好好收着 有了她 以后你会容易周旋许多 你自己致爱重重 却还为我着想 以后 我也为你做不了什么了 再移到 読着 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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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米糕了 拿米糕了 拿两块米糕吧 给你 你拿好了 你拿好了 姑子 要不要米糕啊 来两块吧 来 来 姑娘 这费不错啊 买不买啊 是吧 我看你就是个凤冲 买米糕了 你到底买什么 你不买别在这儿走啊 你都耽误做生意了你 这 我怎么不买 我要买 是你不卖给我 你 好好好 我卖这个 说不定 到底买多少只 一百只 一百只 我 我没带那么多啊 这么办呢 你给我到家里去 你自己抓 我跟你去 你抓 我抓 你连买鸡翁鸡脖 鸡厨都搞不清楚 我怎么给你抓啊 你这个人毫不讲理 这 我都说了 我给你五十钱 那鸡翁要的最少 鸡婆多要 鸡厨要的最多 你 我看你就是个瘋婆娘 你 不是 让大家评评这个礼啊 我这鸡怎么卖啊 这位大伯 你的鸡到底是何价呢 鸡翁五千两只 鸡婆三千两只 这鸡厨便宜一千六只 这位大嫂 你到底带了多少钱 想要买多少只鸡啊 我出门的时候 我婆婆给了我五十钱 说买一百只鸡 我婆婆还说 那鸡翁啊 光吃不劳作 要少买些 那鸡婆能下蛋 要多买一些 那鸡厨长大了能卖钱 越多越好 那我 我也不知道 我看哪 你呀 是买不成了 你婆媳俩 不识零术 只识整术 你随便给他抓一百只鸡 总是不会错的 你 我要是给他鸡厨抓多了 他说我占他便宜 我要是抓少了 我又吃亏 这生意啊 咱还是甭做了 您请吧 这生意 我知道该怎么做 只是我帮了你们 你们该如何酬谢我 那你让我如何酬谢你呢 大伯只需要给我买两块米糕就好 两块米糕 说话算数 那你快说 说呀 这位大嫂有五十钱 你可以买鸡翁四只 鸡婆十八只 鸡厨七十八只 鸡厨七十八只 鸡翁就是十钱 鸡翁就是十钱 这个人是不是恶疯了 随便说个数 想骗两块米糕吃 就是 是不是 你说得准不准 我来证明 这位大人是 这不是雍府的雍大人吗 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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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证明 这位公子算得没错 雍大人 既然雍大人都说没错 一定没错了 给五十钱 你把鸡送到我家里去 您先别急 我给这位公子买米糕去 买米糕去 买米糕去 请问公子遵行大名 在下皇 皇茜 在下雍锐 有意请公子去府中小坐 不知可否 那恭敬不如从命 请 失礼了 公子一看就非等闲之辈 你 若不嫌弃 就在我雍府 暂且跻身 寻找机遇 施展报复 在下来秦国 只是与人有约 未做长远打算 秦国眼下正值用人之急 秦王适才如今 求才若渴 那张仪入秦不到一载 便被秦王败相 公子何不重做卓良 我只是一介书生 有点莫威之计 雍公子过狱了 好吧 去留之事咱们暂且在意 公子肯在雍府落脚 也让雍某不胜荣幸 来 黄公子 喝酒 有一事 我想向先生讨教 公子但说无妨 几年前秦王迎娶楚国公主 听说迎亲的车马 在五关附近被义渠人劫持 后来又如何了 那日义渠人袭击王后的车马 幸亏王后的陪嫁应允 舍身引开了义渠人马 才让王后得以脱险 王后有三个陪嫁应女 不知是哪位应女如此侠甘义的 她叫芈月 是王后同父异母的妹妹 她被劫持到义渠之后 大王派我和张仪 用六百车粮食将她赎回 到了秦宫 因她聪颖俊俏 深得大王的宠爱 已被册封为八字 我雍锐也算是月人无数 这个女子的确是人中翘楚 不可多得 不可能 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公子此话怎讲 来 喝酒 来 来 来 父王 儿臣去了 儿臣去了 《宿舍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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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父王 谢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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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谢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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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全部的书简和奏章 都由我管辖 是 我可以随意翻阅这些文字啊 那是自然的 谢老伯恩典 芈月求之不得 怎么又叫寡人老伯了 芈月更喜欢大王 做林家老伯 不喜欢林家老伯 变成大王 小丫头 你一准知道 你笑起来比枯顶用多了 玉儿不知 精兵力气 足以毁掉寡人的设计 对了 明日是七月初一 寡人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不过到时要让穆监 给你准备一套合适的卵妆 明日要去哪儿啊 明日你就知道了 庸大人 黄公子 粮草账目已经核对完毕 应该没有什么出入 这么快 幸亏用你帮忙 不然我一个人忙到手忙脚乱 都弄不完 举手之劳而已 一会儿我要去宫中 见智宿内使交接丈母 午后才回来 进宫 庸大人 能否带上子倩通吗 在下听说咸阳宫恢弘无比 想借此机会一开眼界 也好 万一有什么问题 我也好找你核对 不过你千万要记住 一会儿到了宫中 一定要跟紧我 切勿到处乱走 好 这里就是天下侧氏云集的四方馆 也是如今咸阳城最热闹的地方 王公寺哪天有兴趣 可以进去看看 好 这是什么地方 四方馆 寡人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天地万物无理由道 天下是有 天下欣喜皆为敬 天下仰党皆为敬 别看大家好 都想要这玩热闹 但谁又能够牺牲自我 是 亦我知 两朵反来 是能牟利 无利则发平成善 有利则撒血断图 儒家也说过 有横缠者有疼心 法家也说过 人性碎利 所以 无论是儒家还是榜家 都应当从我太子眼 胡说 人性本无 世间如染缸 入苍则苍 入黄则黄 治国之道 牛不可听乱言 人之与禽兽者 乃人能互助骨门 可听出什么了 减少不平 争取公平而言 各家说各家的理 却都未必能够压倒别人 百家争名已数百人 谁能说服谁 谁又能够压倒谁 其间相生如相克 为什么还要争呢 五行即为五德 万物与五行对应 各具其德 天道运行 人事变迁 王朝更替 更是五德转移之结果 你们都说得好听 却空言无捕 如今 诸子百家当中 真正能有所作为的是我们兵家 兵者 小丫头 你刚才问我什么 我说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争呢 争是为了发出声音来 各种声音 意味着推陈出新和掌进 原来这世间 只有周里一种声音 四方沉寂 我大秦在俗人眼中 也不过是为木马的鞭笔野人 周天子的威望倒塌 才有了列国和我大秦的崛起 有了各方人才的投奔 有了这四方馆中 百家争鸣 鸡荡文字 人才被除 可臣妻昨日在大王的成名殿里翻阅商军书 商军 秩其他学说为贼 大秦用的可是商军之法 在我看 任何一种学说都在尽力排斥他人 但总有聪明的学人 在不断吸取他家之常 丰富自己 而君王 则一家为主 数家为府 内佐王政 外国疆域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每逢初一十五 这里都会有大争辩 既然你这么喜欢 寡人准你厨一十五 凭令符过来 不过必须要男装打扮 还可以 还可以让臣妾下注 公子 黄公子 你就在此等我 偏刻我去去就回 庸大人尽管去吧 敢问 敢问 敢问在下出境秦宫 想向你打听一人 何人 是位楚国来的女子 这宫中 楚国来的女子多得很 这个女子 名叫芈月 你是何人 怎敢大逆不道 只护米八子的名讳 他与你有何干系 在下也是楚国人 这宫里宫外 楚国人多得很 都借着楚国二字 来攀附八子 你四处打听他 到底想做什么 穆夕 雍大人 不知你在问什么呢 这位公子是随我进宫办事的 小的不知 这位公子是跟雍大人一起的 多有冒犯 我们这就告退 雍大人慢走 走 王后 楚国那边刚送来的书信 王兄和母后好久没来书信了 是啊 王后出了何事 母后现世了 母后 母后 可以 这个 威豪 直到威后去了 王朝时和锦时都亲自过来祭拜 可直到此刻 那个芈月不仅没有露面 连是问候都没有 今日我还曾特地去慧院 通报威后顾取的消息 夏儿慧儿好歹还说了声 请王后节哀顺变的话 可能芈月就坐在屋子里 竟然连眼皮也不眨一下 后宫 你说在我出嫁前 母后日日守着这些陪假裙的 看了不下数十遍 为后自私斟酌 唯恐一点疏忽 让王后在秦宫用度不足 一时不变 这清单上全是母后的心血 可我却从未认真看过 王后出嫁 王后出嫁 为后可谓喜极 幽极 柔肠 柔肠百戒 母亲 孩儿不孝 皆会莫及 王后不孝 王后不孝 自责 微后指望的 就是王后在秦宫根深夜茂 成就子孙帝王万世之夜 待茂受微后恩典欲责 定会替微后照料好王后 活一日 便会竭尽全力 保王后在秦宫平安 姑姑 她死了 她居然死了 死了 谁死了 微后死了 楚国来信通报 说她因病而亡 王后不思茶水饭时 因此事哀痛欲绝 不能自已 拱中无人能解踏心结 王后闭门暗自伤心 微后尽管刁门 但对王后 却是百依百顺的 若不是因为 对叔姐姐的娇宠 我的性命 也早就没了 那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不知她死时 想的是什么 她一定想不到 自己竟然 会死在我的前头 月儿 你很少跟我提起她 你还一直记恨着她 她害死了我娘亲 逼死了举娘娘 又几次 差点要了我的性命 我的一切都是败她所赐 还用得着特意去记恨她吗 先生 公孙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今日来也是迫不得已 出什么事了吗 先生是否曾有快福节 交给一群人使用 确有此事 那是在秦王迎娶新王后之前 我借给他们的 当时说好了 用完之后即刻封还 但是因为事情没有办成 他们却也赖着不还给我 这事情都过去两三年了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与他们交涉 先生不必持情妄想了 前些日子 我们在义渠国的密探 秘密通报 早在半年多前 秦国的雍锐大福 以重金从义渠王手中 买走了那块福节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秦王为何带我 从无异样之处啊 那不过是 猫系老鼠的手段而已 眼下先生 随时都可能大祸临头 事不宜迟 魏王已经为先生做好了安排 八月初一 我在城外接引先生离开咸阳 这是给你准备的出城福节 这是伪造你身份证明的注册 我与秦王毕竟君臣一场 如今见解相依 各奔东西 再见 再见 恐怕就是在战场上了